没想到恋爱的甜蜜在订婚后就不见了 她的编纸让我感觉真的很累 看不到希望 我也是为了你好 为了这个家好 难道我有错吗 我就想问问她 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未来 还是说她只是为了给父母找个儿媳妇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这对已经订婚的情侣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姚25岁来自广东网游开发 女嘉宾小红23岁同样来自广东个体 来 有请 有请两妹 有请 欢迎老妹 订婚了 是的 恋爱多久就订了婚啊 我们恋爱了五年呢 不挺好吗 就都订了婚了踏踏实实的来我们这干嘛呀今天 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我们俩是从小都认识的 一起长大的 多小啊 十二三岁的时候 就是因为后面我搬家了 然后就上学没有再见面 然后在我十八岁那一年就偶然的一次相遇 然后我们都觉得很有缘分 然后就走到了一起 至今已经五年了 就现在已经订婚了 订婚了之后 然后我就搬去她家住嘛 跟公公婆婆相处的生活中的一些小矛盾 还有一些摩擦 其实自己也蛮累的 回家这也要做那也要做 那一个女孩子做多一点教育不很正常吗 然后你做都做了 那你就接受了不就完了吗 我跟你说这些时候 你不仅就是没有好态度 就想跟你商量一下一些事 然后你就凶巴巴的跟我讲话 态度很冲 我觉得真的跟你沟通不下去了 你每天都三天两头 你就来我耳边这里 嗡嗡嗡一两个松头的 我总不能在你爸妈面前抱怨啊 对对对 这个问题听明白了 就是女方跟公婆之间 因为家务的一些冲突 和男生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上 让女方觉得不满意 男生也觉得有点委屈 刚才还说了一个问题就是 不生孩子不结婚是吧 对 就是她爸妈可能想我们尽快结婚吧 早起来抱孙子 可是现在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的工作 都属于上升阶段 不适合生小孩子 加上现在 还没有我们自己的房子 当初在一起呢 我们是憧憬着说 两个人努力工作 然后看能否 付个房子的首付 搬出去住的时候 再正式办婚礼 其实这个不是的 我们家里其实自家 已经有过的房子了 那不是就行了吗 我们两个就一结婚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 就住在家里吧 然后呢就直接生个小孩 其实就完了嘛这事情 我们就知道了 对